新年對我來說就是收錢和傀儡 所以就沒有遵守這個規則了 所以我覺得我到現在都沒有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新年18歲受害者 你們有沒有人是 我會寧願他跟我說 兒子 爸爸媽媽都要派例子 你18年內的錢就拿給我們拿來維皮 我寧願他這樣說 因為我是不是都不能說了 錢是我辛辛苦苦在他的朋友面前 公開發財 龍馬精神 哇 糟糕 我覺得我媽一定會聽 新年不好不好就沒有什麼 新年不好 如果年初一都不可以追人還債 我真的想知道 財務公司是否年初一不追著呢 如果到那個日要還 試一下他 如果有一位觀眾 可以在18歲的時候 拿回自己十幾年來的利是 可不可以留言 我覺得一定有 來來來 嘩 嘩 嘩 你嘗試坐直 你很不白 是吧 不是呀 你很不光 咳 咳 就來咳頭 我不可以這樣 那你不可以 那你弄高一點就可以了 老闆 很難 OK 不用咳頭了 恭喜發財 你為什麼不穿紅色衣服呢 你都沒有商業觸覺 OK 唉 會不會三主這部片不斬 你就不要斬 我們現在開始了 可以不換 新年不一定要紅色 你真的很煩 我問一下你為什麼不穿紅色衣服呢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正常常住 新體見 好 挺好啊 這也是你的夢想來的 真的 那這次的訓練 就是新年特別編 其實 其實訓練 我們是不是要溫柔一點呢 聲線 不用的 有很多的Podcast Channel 專門吊其他的KOL 有很多的 他們吊得很厲害 我不吊別人的 我的人是比較和善 而且喜歡散步正能的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今天想看這些 就可以去第二條片 我們現在開始說 就是這個新年的禁忌 首先我會說一說 我們自己華人的禁忌 然後也會說一說 世界各地新年是怎樣慶祝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很麻煩的 是的 你家裡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禁忌 有沒有新年禁忌 我家裡其實很多 我覺得我爸媽 是完全不理我這些東西的 就是我爸媽都不理這些東西 從小到大都不理嗎 我們不理的 那麼幸福的 我們不流行這些 我們初一就是睡覺 睡到年初二 我是有一兩年的 就是某些年數 我是沒有去拜年 就是因為放假 別人過來拜 都沒有人拜 就是彷彿它就是一個 普通的日子 然後去到初二 就會覺得 好像有些不對 昨天沒有去 神經病 連年都是這樣才反省 不是 我翌日就反省 發覺我不是太對 我去補回 但有時候可能我補回電話 或者 就是我們家裡是比較 carefree 但是我再大一些 阿婆 阿公 爺 阿婆 可能就會 介意多一點 可能說今天不能洗頭 或者有人過了生 又不可以去拜年 那些 但是不是很嚴格 因為我小時候很嚴格 我小時候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我一會兒會說到那些 其實很多我小時候都會中了 而我特意去research一下 到底我們華人 到底是有多少禁忌 全部看完之後 我發覺新年會是一個 很骯髒 骯髒 很臭 很不衛生的節日 但是在這件事之前 再說一說 你有沒有什麼 因為我本身這次 是想做拜年的有趣事 就是收集大家的問題 但是我最近在機動電視台裡面 已經 已經看到了 那我就算了 算了嗎 好吧 算了 但是我也想問 你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拜年 有什麼被人 就是奇遇 沒有 你找我 主持生涯 去到樽頸位 你這樣聽到 就是訓練 真的沒有 我連 就是 不是很拜年 就是那些親戚又不上來拜 你又不去別人道拜年 我們家是 其實我是一個很大的家族 就是我們很親密的家人 都有十幾十個 但是我們那個 有時候是 去到一個位 已經是 有個親戚 去我婆婆家 她就會放下給我的禮事 然後她就會離開 然後我就可以 去我婆婆家 收集到 十幾封 一堆禮事 然後 新年對於我來說 就是收禮事 嘩 還要是巧手收禮事 你很混蛋 就是我會 都拜年的 但是 沒什麼趣事 新年對於我來說 就是收錢 還有睡覺 喔 OK 我又是吃年糕 我自己這麼久以來 都是只有很少其餘 我被家人秉了一頓 基本上是 全部一起秉我的 那時候 大概不知道是不是小學 我通常都要去 阿婆那邊拜年 嗯 就是梁家那邊 那時候 我是不小心 因為我打算說一些 明明就可以 那我從小到大 已經是這樣 有另一個親戚 問我 你一會兒去哪裡 這樣 然後我說 我去拜阿婆 然後我就被人秉了 其實你不對 為什麼 拜年不是拜嗎 當然不是 探 探 拜 不是 全句是應該去阿婆路拜年 但是 你 但是 那你真的很不老禮 去拜阿婆 新年是不行的 去拜阿婆 我始終都是覺得明白就行 好 我們現在說一下 那我這些是屬於我們自己的禁忌 那有很多都是我們本身知道的 但是 有一些就是我們 不明白為什麼的 還有有一些是 那個意思才是 就是你會 哦原來不可以這樣做 竟然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第一個就是 不要買鞋子 這個有沒有 我沒有聽過 你真是瘋了 新年指揮症 什麼事 我找了一個 對 一個不新年的人 找了一個不新年 但是收禮事的人 什麼事情 什麼叫 即是怎樣 一新 即是年初一週不給買鞋子 他是在說 因為鞋子 就跟鞋子的聲音 不好聽 那些長輩是會這樣說 然後就 穿鞋不穿襪 大方兼不老實 OK 然後呢 就是在說新年期間 就是一般的新年期間 是在說初一至十五 那在初一之前 哇 還挺久的 是啊 你十五天不買鞋子很辛苦嗎 不是 那如果你真的要買 那新年的店鋪不是開 啊沒有 開 開 有很多初四、初五啟事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是鞋子的聲音不好聽 鞋子 有什麼不好聽 鞋子很鞋子 不是 你什麼事情啊 我不怕嘛 你們怕什麼 一定 很多人都聽過 為什麼沒有聽過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新年 你經常拜年的時候 都會不知為什麼 接著購物一起做 是的 其實是很想買鞋子的 是的 但是原來是不行的 那這個就是普通東西 那麼記意呢 就是年初二呢 女兒回娘家呢 那個門禮 就既是單數的 因為 什麼門禮啊 就是我不知道 其實回娘家要付錢 做research 你又不搜尋多一些 但是門禮是結婚的 可能是 其實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付錢 去娘家 我們理解不了 好啊 但是其實呢 不只是 禮物啊 頂你的肺 是的 哎呀 你越讀就有問題 抱歉 是你 是你 是你回娘家的禮物 要相數 就是你不可以買一盒金沙 要買兩盒金沙 哇 這些很大鑊 這些是不是幫那些店 就是幫那些廠商 其實這一集真的很無聊 我覺得全部禮節 都是很無聊 但是全部禮節都要守 沒有啊 我現在小時候 你長大了 那現在 你有沒有守 他們小時候嘛 有機會還是 是的 Sorry 教 真的 你們用不需要守 還是現在已經不需要 我覺得還有很多家庭 都是很傳統的 然後就 單數東西不吉利 因為單數東西 通常都是做白事 記不記得我們網絡界 演過一次 我現在都是想起這件事 如果不是 就有機會 變成了這個 什麼兒子事件 是的 那就 大家小心 我們要小心 我覺得是 好 下一個禁忌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找才知道 大家都知道 新年穿衣服通常都穿紅色衣 因為有些很少頭 有些稀興的紅色衣 黑白不穿得 這些都大概知道了 但是呢 原來是黃色衣服都不可以穿的 為甚麼 我記得 黃了 因為甚麼 我記得有一年 我參加了一些 不知道甚麼活動 我整個上身都是穿黃色 還要假裝是皇帝的衣服 那就沒問題了 不行 因為 我印象中有金色的 金色又不跟黃色 差一點 金色又不跟黃色 雖然是黃金 是的 隨便吧 他說因為黃色 就會洩氣 令到這個神明忌諱 怎麼會洩氣 好鬼滋的 總之 你後面那句 令到這個神明忌諱 即是神不喜歡 特別是黃色的內衣 更加不可以穿 為甚麼神是會 哪有人會有黃色的內衣 就是這樣說 你說對 也有的 走去68那些 總會找到一兩件的 你經常走的 我知道這件事 我想想 所以Sunny買衣服 就最好不要買黃色 但他又沒有說到有甚麼下場 他又沒有說到有甚麼結果 洩氣 洩氣 那我不知道怎樣 洩 我不知道甚麼叫洩氣 讓我搜尋一下甚麼叫洩氣 唉 洩氣的解釋就是 喪氣 又或者因恐懼而閉氣 即是神明就會 你穿了黃色的衣服 你就可以扯一下 神明就扯一下 不是你扯一下 那沒甚麼 他扯一下 不要理他 總之說不可以就有他 我都沒有黃色的衣服 但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太合理 是因為西方的人 是不會慶祝農曆新年 是 是 那他們都在 所謂的大年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即是他們一定不會在乎 他們如常生活 但大家都過得好 那可能是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神 誰是他們的神 看看有甚麼國家 即是他們的神是OK的 所以這些事其實 某程度上我覺得是 我想問農曆新年是信哪個神 理論上是佛教 理論上要是佛教 是嗎 蛤 喂 怎樣可以搜尋 不要靜下來 要剪掉的大哥 我沒有靜下來 你繼續 理論 哎呀 你 你真好 我狠 然後我們飛過去 禁忌四 這個有點狠 就是 買新衣服過年 要先洗一次 那就是 原因呢 就是在穿之前 馬身衣服在穿之前 多少錢要洗一次 寓意將上年的所有倒霉洗清 不過就記住了 年初一年初二 又不適合洗衣服的 因為傳說中 這個是 雨天 因為傳說中 這個是 水神的生日 水神生日 即是你拿了他的水 哦 即是他不開工 即是生日就休息 即是我生日 你叫我開工就不開心 應該是這個原因 但是問題就是 但是你買新衣服 你通常都會洗 是的 正常人 我有時不會的 老實說 哎 我只是想說 但是我不會 我基本上買新衣服 我是不用的 即我有時見到 那件衣服 如果是一些 漂亮一點的 我就會 可能不用 穿了一次之後才洗 是的 即是你說你一買回來 有意味的 那些我才會洗 是的 如果不是會 有些衣服 你一見到它 你就知道它很新 而且聞到一陣身身 正正的味道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一個 大陸的故事 總之就是有個人買一件衣服 他不用穿 然後不知道是甚麼裙 結果他刮了 我有聽過有人穿了大陸買的鞋 然後又是刮了 不知道是錢了 即是他肯定刮了 蛤 可以發生這樣的事嗎 即是很簡單 大家最好洗一次 我和他都是亡命之徒 不要學 新年禁忌五 新衣服就不要放入衣櫃 這個就比較有趣 因為衣櫃長期都是關閉的 很容易產生煤氣 即是倒霉的氣 所以新買的過年衣服 完全沒有誤會你的煤氣 我怕你會以為會爆炸那些 就說過年的時候要穿的衣服 應該早一晚放出來休息 即是說你年初一二三 會否太忙 對 很不方便 所以就說要遵守這麼多禁忌 新年是很辛苦的 我覺得也有機會生病 為甚麼我要說生病 一會兒你再聽完就知道甚麼 但我這個比較開心 因為我的衣櫃長年都不會關閉 你看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為了由那間房 專門過來這間房 是要拆到門 所以就 我就應該不用遵守禁忌 這些櫃桶本身都有洞 如果我加一些吸濕大病醬 是否解決到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說 好 下一個 接著就到了個人邊 個人有些東西要遵守 那這個真的是衛生問題來的 設計灑水掃地倒垃圾 大家就可能以為新年期間 應該保持家居清潔 就掃走煤氣 但是傳統就認為 每家每戶 本身就已經有福氣和財運了 如果初一去掃地 灑水和倒垃圾 就會掃走財運和好運 就送走了財神 所以呢 大掃除就在年28年就完成 這個好啊 你一定喜歡 總之懶得慘了 你就會很開心 一人間有些更開心 那這個我就覺得是 我覺得不會 其實我覺得那些老人家 都不會這樣做 尤其是年初一二就是 就是那些人走上來 就是你去別人那裡 然後整個地都污垃圾 你怎麼可以容忍他 擺過年 就是如果有傢伙上來 不小心倒捨了杯茶 那你又不拖 不拖得的 即正常來說 在古代上會被人罵 然後呢 新年那麼容易 就是不可以洗澡和洗頭 這個有了 因為我有聽 這個我知道的 但是我是沒有理 先說一下為什麼 就是因為由於洗澡 洗和死字的下音 就相似 其實我覺得完全不相似 而頭髮的發字呢 就和發財的發字同音 然後就因此就有這個 洗走才華不刺你的意頭 所以就盡量避免了 嗯 那你又不可以洗手了 你不可以 是啊 其實是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洗錢 洗錢不算 但我會照洗頭 我不太接受到 我其實呢 本來我小時候 是真的逢年初一二 年初一 我是不會洗澡 不會洗頭的 那什麼時候 是不是 年初二 年初二就可以開始洗了 但是呢 自從什麼時候 直到我去到中學 我變成了一個MK仔之後 然後我就沒有再理會 你的頭髮這樣的時候 是 這樣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不可以 不洗頭髮出門 所以就沒有遵守這個規則 那所以呢 我覺得我到現在都沒有什麼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很多其他原因 哈哈 都我不勝手 哈哈 噁 好了 這個呢 大家都應該很開心的 新年禁忌三 就是農曆新年期間 期間 就是剛才我說的初一至十五 切記催人起床 就是不要叫人起床 不知道原因 全街的長輩都犯禁了 是不是 我也是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令對方 接下來的一年都會被人催做事 想起來又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自己沒有什麼結果 想起來是 是緊局的 純粹就是 你催他 他只會被人催做事 那其實沒有什麼 也不會搞到自己的 但是 我想說呢 就是我那些親 就是怎樣說好呢 我小時候 我也是睡到黃小白眼的 但是 現在也是 嗯 但是我的親戚呢 就會很早上來拜年 很早 在這個時候 我家人就會在我睡覺上做 喂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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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快點起來 要不然沒有禮事 然後 你就會帶人起來 我小小 就是這樣的 我是18歲的受害者 你知道嗎 18歲 新年18歲受害者 你們有沒有人是 我是啊 但是 你也是 但是我 可能我真的挺喜歡錢的 所以我 就算 甚至知道 就是我呢 是很明白 就算是給了我媽媽 那些錢呢 終於有一 嘩 不是 你這麼長 喂 你不要 你不要 為什麼你會想到這個方面 就是我媽媽的 我的意思是 我媽媽的錢 其實他也是會用回我身上 為什麼 我完全不是在想 你要 end up 媽咪 媽咪 end up 媽咪不是這樣 但是他 就是我覺得 他是會 所以我是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很有所謂 就是因為如果你有需要 我是 真的有需要的話 就是你這麼小 其實 不是也是你媽媽 就是 你爸媽照顧你 所以我覺得 我是沒什麼所謂 所以我是知道 我是有責任去負責 領更多的禮事錢 所以我一說起禮事 我是很開心的 我也認同 在你小時候 他真的會把錢放在你身上 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問題就是 一開始遊戲規則 不是這樣玩的 你跟我說 我會寧願他跟我說 兒子 爸爸媽媽都要派利是 現在的錢你又用不著 你有什麼想買 但是 你這18年內的錢 就拿給我們 拿來為皮 我寧願他這麼說 是不是 因為我是不是 都沒什麼說了 我寧願他這麼說 喂 大哥 這些錢是我辛辛苦苦 在他的朋友面前 恭喜發財 龍馬精神 其實是一個循環系統 糟糕 我覺得我媽媽一定會聽 是的 我覺得我媽媽一定會聽 但是OK的 但是你媽媽也做過小朋友 是的 這個是一個循環 通常小時候遇到什麼 大了就會這樣對起小朋友 這個循環 我覺得有機會在我這一代終結 因為我真的未必會生孩子 然後我那時候 你不要 我未必會 我沒有說到死 然後我就 是有台詞練的 就是 是啊 一定有的 然後你練定10個祝賀語 那又沒有那麼多 但是通常都是兩三個套路 我跟每一個人都是很誠心的 就是說了一大堆東西 怕他們就笑到很開心 四萬這麼厚的 給我利是 表演一次 呃 我怕醜 蛤 你有錢收的啊 怕什麼醜啊 為什麼 你現在會給我利是 不是 就是叫你 將個賺食伎倆 只是鬆一點點出來 好啊 我已經很熟 我現在長大了 就是不斷說 那些青春常駐 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愈穩越多 浪漫精神 出入平安 就是趕得一大堆 你是不是那些 親戚吉祥物來的 你有機會是 什麼叫親戚吉祥物 就是 就是親戚 成年才記得一次 但是都很喜歡你的 在那邊撕啊 當然啦 我是人見人愛的 小時候 一定是 因為那些 那些很擅長 激怒人的那些人 是很擅長哄人的 通常都 我很擅長激怒人的嗎 蛤 你最擅長激怒人 我說錯了 你只擅長激怒人 Sorry 其實我只是擅長激怒你 還是我不會激其他人的 嗯 嗯 我不是這樣認為 哦 好了 繼續了 這個很有趣 新年禁忌 是寄訓午覺的 大年初一 睡午覺 影響事業運 傳統的認為 這樣會令到人 在摺下的一整年 都變得很懶散 但是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這個 反而我覺得是 是對的 蛤 有什麼這麼對的 我是覺得一個人 就是你新一年 放假 然後都起了身 你又跑去睡覺 意味著你這個人 是會不停睡硬覺 嗯 你明明連年都不拜 你明明連年都懶拜 但是你 我是說 它背後是 imply的東西 我覺得是make sense 我覺得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因果 是一個 是一個你性格上的反應 是 它不是一個 後果 是一個很scientific的 OK 因為我通常是 我會睡過了睡不覺的時間 其實我也是 所以我不會睡不覺 所以它不能夠說 我是睡不覺 是的 但是個人懶散 這家東西呢 又中了 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禁忌 但是大家如果 因為我小時候 直接去到那些 親戚 家裡朋友的那些局 我真的會有機會 可能會睡個午覺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這樣 其實我現在這樣聽 我覺得所有這些禁忌 都是一些心理 心理投射 心理投射 新年禁忌 就是既吃粥和藥 好慘 好慘 這個真的很慘 以前 就只有窮的人 才吃不起飯 要吃粥 也有病人 因為患病 要吃得比較清淡 所以才吃粥 踏入新年 除非患病人士 健康的人 都不應該吃粥和藥 那濕嫖民 算不算呢 嗯 我不知道 真的為什麼不行 意頭不好 即是吃粥就是病 吃粥就是 以前是因為窮 患病才要吃粥 現在病也要吃粥 所以就是 不應該吃藥 那那些在吃 避孕藥那些怎麼辦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 什麼 你只是想這些方向 我不是 這個是一個很實際的方向 什麼事 那些新年 你不想那些 有其他 像是長期哮喘的那些 那些是患病人士 那他這裡說 除非患病 是不是患病 對 除非患病人士 不好意思 那錯 是啊 吃避孕藥那些 就 新年不好 不好 就沒有什麼 新年不好 避孕藥 好似乘生 哈哈 其實是對的 對的 新年衝衝起 那新年這麼極力 避免使用利器 利器就有破的意味 可以是破財 破云 所以在新年期間 就避免剪頭髮 所以為什麼新年不剪頭髮 新年前為什麼剪頭髮這麼貴 就是這個原因 那說起破字 新年也要避免說一些不吉利的說話 例如死、病、輸、窮、破等字眼 如果不小心犯禁的話 傳統上 應該要立即吐口水 然後再說百無禁忌 童言無忌 那些說話來化解的 如果我說錯話 要吐口水 我的口水 可以 有一個海 是啊 對不起 你的房間 很臭 不好意思 或者是你逃經的地方 其實我經常說錯話 啊 就是我經常在長輩面前說錯話 真的嗎 但是你剛才說很得長輩的心 因為我比較後面皮 就是 譬如我說錯了一件事 然後那個長輩就會罵我 然後我就會說 不是啊 你想一下 其實我說這句話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我可以怎麼說 我會跟他理論 他就有一點吹我不像 然後他就會 算了 啊 我完全感覺到你平時 就是跟我講話 就是這樣 完全是一個長輩 所以為什麼我之前 真的 你帶了整十年 多謝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我覺得新年如果要跟足傳統 其實是很不衛生 真的會生病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想起來 還要沒得吃藥 沒得吃藥 病了 病了又不給吃藥 說了就是吐口水 然後又不給掃地 是啊 又不給拖地 每一個家庭 還不是病毒的溫創 我想回在以前香港 在我出生之前 其實隨地吐痰好像是經常的 是的 其實現在也經常的 現在也經常 現在沒有那麼經常 現在罰得更厲害了 哦 之前的法例好像是罰很少 還是沒有立例說不給 因為本身吐口水這家 你說它傷害到的嗎 又不是 那純粹是不衛生而已 好像以前的法例 好像就不太理會這件事 現在是不可以脫離吐痰 但是以前真的不理會 所以以前是真的 可能有人說錯 吐口水 說過這句話 不是只說 是真的會做 是真的會做的 那接著 這一拜 現在說錯話 就沒得吐口水 所以就大家看一拍 吐了一個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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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真的會 真的會原諒你 我覺得這張貝 其實也要看看 什麼長貝 我家長貝比較開放 OK 可能有我這個人 在挑戰他們的人底線 我爸爸媽媽 那些人會被我哄得很開心 然後我爸爸媽媽 在旁邊都會有一個 沾沾的笑容 然後他們會 臨不著在旁邊 這樣吐 我沒有 哈哈 女子 哈哈 哈哈 很可怕 新年人帶女兒出來威 我不是 我現在沒有 其實我現在都是這樣 老實說 你現在去拜 連你爸媽都還會這樣 我看到一些很久沒見的親戚或長輩 我都是會 說得很好聽的說話 啊 然後我哄得他們很開心 然後我爸媽就會 啊 你這條粉掌 一個樣子 啊 會做啊 為什麼不演戲啊 但我不行 我拜年是比較內向的 我自己 我經常都覺得 感覺好像不是那麼好 我會真心想祝賀人 嗯 但我又覺得新年見到 才祝賀 我又覺得整件事好像很假 這樣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看看你有沒有這個心去祝賀他 其實我 有的 有一定有的 你不會祝人 好而已 但是 我覺得又不會說很假的 難道你情人自先送花給女兒 你又很假嗎 就是我覺得 哎呀 情人節思想 不是 但是你講到情人節這個就是什麼 因為 就是 因為那些是保命 兩樣東西 你就是假 所以你為什麼是為了保命而去做 你是由心而發 我在這裡問問大家 這個節 我希望今集大家 就是夠多人去聽這件事 我想做個小調查 就是 男朋友們 你送花 是為了保命 還是 還是你真的想在這個時候 喂 如果你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節日是值得慶祝的 聖誕節那些都ok的 聖誕節慶祝什麼 有家房的那些都ok的 耶穌 是耶穌的 那你也不是真心想慶祝 但是有家房的 繼續 然後呢 我經常覺得這個Podcast系列 然後我的人切越來越差 但是不好意思 這些全部都是真實 其實你想得你本身太大了 是嗎 差不多 屌 接著呢 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好像是好東西來的 就是設計借錢給人 有時候 新年總會圍在一起玩魚黑鞋 小島的移情 大島就亂加成 我撈在一起 大島就亂成 切物在新年間借錢給人 所有的債務 你說大島就真偉成 真偉成是大肥 還有資訊 大肥是我們以前團隊channel的一個成員 他的IG就是T點 不是 不是 現在不是 他就是BigFact 所有的債務 都一定要在年三十萬前結清 如果別人欠你錢 都不可以年初一去追人還債 這樣會令到你自己一整年 諸事不順 我覺得新年的時候 不要問人借錢 但是他最瘋的 所有債務 都一定要在年三十萬前還清 那些欠人幾十萬的 那些怎麼辦呢 馬克他現在說 年三十萬魚黑鞋 是不是 新年玩魚黑鞋 年三十萬未玩魚黑鞋 除非你想練定 要不然不會年三十萬玩魚黑鞋 先練定有可能 我們現在試試 試試手氣 可能正常 新年才開始玩魚黑鞋 都是說真的欠人的債 就要年三十萬錢還清 說真的欠人的錢 就快還 這個世界最多人都是 真的不要拖 的確是的 沒有這個能力就不要借錢 我覺得 你沒有這個能力就不要借錢 很多人說 你可不可以送這些錢給我 都對 都沒有仇報 不要搞到這麼複雜 你一開始就不要 你不要借完人錢 還要煩人去追債 是的 如果年初一都不可以追人還債 我真的想知道 財務公司那些 是不是年初一不追著呢 如果到那個日要還 試一下他 哈哈哈哈 接下來這條片 就是借大耳窿 幫嘟的那些 幫嘟 借 借十皮 然後到年初一 本來年初一就是要還 然後他就來追你 然後他就來追你 我為了你公司著想 今天年初一 如果我還錢給你很大問題 我不想你公司有什麼倒閉的危機 然後他就OK 不好意思打擾了 曾先生 然後走回來 接著呢 既打破這個圖瓷 玻璃物品 周柏豪 他不是新年打破 又不是周柏 如果周柏是新年打破 他用了十五分鐘 是要講吉利說話 那 你都明白 沒有人會特意打爛碗碟的 但如果真的不用打爛了的話 就很煩的 他的處理工序 你要用紅紙去把它包起來 再把它放上神台 接著再默念碎碎平安 就是落地開花的祝賀說話 並且要等到年初五才可以丟 要不然你就會破財運了 那即是大家來到新年 即這一集其實真的做給一些 都會搜一下小小新年禁忌的人 聽一下 我搜的 是嗎 洗頭啊 那些很個人的 不會影響到別人的 OK 你們要做的其實是買定一堆紅紙 因為我自己 我連年新年都真的見人打爛東西的 嗯 沒有可能說 首先打爛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你不想想 但不是好的嗎 打爛東西 什麼落地開花富貴永華 我不知道 但原來不是 各處 各處 不是啊 一打爛東西 那些人就立刻會說 落地開花富貴永華 其實就是 這裡 所以就是要搞這麼多 你們是有講吉利說話 但是你們做漏了 拿紅紙包起來 做漏了放在神台 還有做漏了年初五才好 我自己覺得這些已經是有少少不合時宜的 雜躁 我也覺得是 有少少過 即是 現在你這樣做我不會 judge你 但是我會覺得 現在都 2024年 即是有些東西可以 不需要 我也覺得是 但是問題就是 傳統不會因為 過了幾多年而變 理論上 即是你將來 整個世界都好像 晒不噴 那樣 其實都應該還是這樣 即是還有些 應該還要是 傳統就是傳統 很難一點 好難啊 你想一下 如果我兒子 那一代 連他媽媽 即是我本人 都是不理這些東西的 你不會突然之間 叫他理這些東西 對 或者他如無意外 都不會突然間 去做那麼多 我想如果再推前幾十年 應該還有更多 不合適的傳統 所以今集就重要了 其實是保育的 是啊 傳統的東西 你過多一代 翻中就沒有了 沒有到去 什麼地步是最嚴重的呢 就是沒有到去 連利是都不用派的那一刻 我就覺得很嚴重 但是再這樣下去 真的會的 你所有傳統都不守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派利是呢 這句遲早會出現 是的 但傳統是一個很相對的概念 嘩 這麼深的 即是 現在這一百年 可能 還是很傳統 但是 你再覺得一千年 現在就會變成一千年後的傳統 所以這段影片就要在這裡 OK 那麼忌久 剛才也說過 不適合穿黑白衣 這些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因為喪禮才會是黑白色 那接著就 穿這個 紅色 淘紅色比較鮮豔的衣服好一點 但是又要避開黃色 然後就 如果不是的話 就財神就被你嚇跑 那這些小事 你新年會不會特地穿紅色衣服嗎 拜年 我不會啊 不如我小時候會 小時候 小時候被迫的 我家會買一些 那些 旗袍 那些 旗袍 賀年衣服 給我穿 那不傳統 也很傳統 連旗袍也有穿 但是他們純粹是 想我漂亮的 然後我才可以 多一些荔枝 我的荔枝 那樣去求那些人 我也忘了問大家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有一位觀眾 可以在18歲的時候 拿回自己十幾年來的利是 可不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覺得一定有的 是嗎 因為 他放在傳單上 然後18歲一次過給你 哇 一定有的 我覺得沒有比這件事 更幸福的童年回憶 如果有一天 我18歲生日那天 其實那裡都有一整片的 肯定五位數字 如果我18歲生日 然後你媽媽 將一片 突然拿了一個 時間浪 是不是 拿了一個錢含出來 然後我說 兒子 你18歲生日了 這麼多年的承諾 我們要跟你兌現 然後在我臉 一批 裡面的利是爆了出來 我真的覺得 我的童年很開心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其實你18歲也不童年 這些東西是相對的 我現在覺得18歲很童年 OK 你遲早也會 你18歲也長大成人 不是的 很小的 繼續 好 年初一 就是這個 抱歉 他說的禁忌 就是 既 跟這個還在睡覺的人 拜年 即是人家在睡覺 你不要搞他了 你不要搞他了 你 都幾不醉 所以如果你的家族傳統 而你又不想派利是的話 親戚來的時候 你可以睡覺 那就不應該叫醒你給他們 年初一 是一年的新開始 要守規矩 守得更加嚴 如果跟正在睡覺的人拜年 會令到對方一整年都在病床上 又是後果不在自己 有些後果只是在別人身上 那這個就 其實這些是 其實這些是禁忌 是比較 但是所有的都是源自於迷信 其實 是不是呢 因為我開始覺得 我看完了 我開始覺得背後的原因 都是純粹是想你的人 好像守規矩那樣 因為禮貌的 其實他講那麼多東西 都是想你做個好人 是的 但是 除了叫你 吐口水 可能以前吐口水 不是 他叫你吐口水的背後 就是叫你不要說那麼多不好的東西 是 但是 我始終覺得 一人間那些理由 我覺得更加有商業的目的 那就 記得不要吵醒了 不然別人就會病了 這個就簡單 初三、初四 還有初七 就不宜拜年 我初初以為只有初三而已 初三的赤口 赤口 是的 年初三有稱赤口 就是赤狗日 赤狗就是飄露之神 赤狗一隻狗 應該是 遇到 他 他看著狗自己也回答我 應該是 我怎知道赤狗是否真的是一隻狗 我只會是 所以赤狗日不適合外出 亦都不適合拜年 大家應該留在家裡的 傳說中 我只知道生日 原來人日 原來人日 是諸事不宜的 人日是甚麼都不應該做 大家都應該留在家裡休養身心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人日是廢的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人日是廢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平時如果不做事 會覺得世界再進步 自己再退步 新年你不做事 會覺得全世界都停下來 只是新年是這樣的 因為聖誕節那些通常都是上班的 沒錯 但是新年就是不開門的 所有東西都 是 玩得最心安理得的 所以新年是 所以這個我遵守不到 真是對不起 接著就是 拜年 這些真是禮貌東西 禁忌 但是他竟然經常 拜年之前要預約 去親友家拜年之前 應該跟主人家提前約好 讓他們有預備 預留這個時間去準備 我覺得這個是正常 應該的 避免摸門釘 事前哪有人上人家不約 除非是閉嘴 很閉嘴 我家的親戚 好像都不會刻意約時間 以前 即是說聲 下午上來也會 這些都會說聲 但不會有幾點 那些就很少約 都不會有人會突擊人 其實不是 可能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草根 不是很明白 可能一些有錢人 會比較明白 為甚麼 即是有些他猜不到的人 突然之間上來拜年 你明白不明白 可能他封封利是要幾千元 我沒有收過幾千元的利是 我也沒有收過幾千元的利是 我可以不收 我可以做會員 大家 我都收了利是 好 這個也有趣 就是不能過早拜年 Coe姐要打哭爐 正常是躺著來聽的 因為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起得比較遲 所以就不應該在清晨日子 早上拜年 如果主人家要準備 這個年飯去招待的話 那就要根據 可以根據這個飯局的時間 來決定拜年的時間 提前一點點到 就不要讓主人家等你開飯 才是一個禮貌的表現 這個就失敗了 這個就很死的 這些東西 這個是 對 真的很無聊 是啊 衣著 就不能太隨便 拜年的時候 就要夠大方得體 最好以休閒時尚為主 就寄穿運動服和晚服 你為甚麼你經常做運動生去拜年 我沒有特地穿甚麼 我通常是在樓下 因為我家樓下就是我外婆住 所以我就是 隨便穿著睡覺衣服 我就下去 喂 新年快樂 不應該 他說這個不宜 很難拿捏 這個基準 不宜太隨便 就是正式 你又不可以太正式 又不可以太隨便 如果衣服的顏色太深沉 就應該以鮮色的飾物作為配搭 鮮色的飾物 是的 那就增加節日氣氛 很廢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 很廢 然後這個也是廢 不宜主動參觀各個房間 當然不用新年都不宜 廢啊走啊走啊走啊 這個我覺得比較低能 這個簡直是低能到要說 拜年的時間就不應該過長 在沒有飯局的情況之下 拜年的時間就應該在30分鐘 至1小時裡面完結 而有飯局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在飯局前的45分鐘 這是甚麼網 這麼廢的 還沒說完 飯局前的45分鐘 就是1小時到達 而飯局結束之後的1小時 就應該告辭 雖然沒有固定的時間限制 但是主要是不要添加主人家的接客負擔 所以就決定好這個場表 其實一個人是要很不懂做 還有很蠢 他才需要看這一篇文 是啊 正常你看到大家 因為這些是做人的正確的禮儀 還有你應該懂得看 就是懂得做 是那一刻你應該會感覺到 就是如果大家乘坐在這裡 大家都沒有甚麼要說的了 開始看電視 那差不多懶惰了 是啊 就是總要有一條 哎呀 都差不多 是啊 然後就全部其實 哎呀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哎呀 下次再喝茶了 阿呂是不是說去看甚麼 通常都不會說我要走 通常都是小朋友說 是不是要去做些甚麼 然後就找個藉口走 這樣 那這裡就 如果要人提的話 就真的太糟糕了 然後就這麼忌妒 少說這些抱怨的話題 這個對你來說有點辛苦 我常常抱怨嗎 你常常抱怨 我三步正能量 OK 那年應該多說一些讚美的話 而抱怨是不是煩惱呢 小子 哎呀 糟了你 哎呀 我說那些抱怨的話 你不抱歉 不應該 你才不應該 你引導人去說那些壞事 哈哈 明不明白 很好 都不應該要將的話題 放在自己身上 以對方為主更加重要 那這些 他 哇 這些教你做正常人類 看完了這篇文 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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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禁忌大概就在差不多了 哦 我是想知道有沒有一些比較年輕的觀眾 就是說我說年輕 要是年輕過他 首先第一件事 咦 我沒有這樣想 是嗎 我覺得你也很年輕的 就是我覺得 現在還沒有新年的 Koey姐 是 就是 看新年了 要搜這些禁忌 有沒有這些 又不用說什麼吐口水那些 但是如果你真的年初一不洗澡 我都照計你 是 我覺得這個都 不可以 這個最常 簡單 這個常見 啊 年初一不洗澡的嗎 我以前是 不是純粹不用洗澡的嗎 不洗澡的 很骷髒的 是你骷髒 那說完我們自己的傳統 我想說不是很好 但是好像這樣 好像說你家人 所以我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負擔 我自己說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負擔 因為我媽媽的姑媽一定聽 那我們可以理性地討論一下 是的 其實都是理性地討論 對傳統有堅持 都是好的表現 我覺得一點點 我覺得新年都是大家開開心心 是啊 開開心心 有一類堆 然後在這裡玩一下魚蝦鞋 是啊 見一下臉 倒死一下 倒死一下酒 是 就OK了 那說完我們自己的那些 說一下人地新年那些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些 即是 對不起 即是他們西方那些人 是不會遵守這些這樣的東西的 他們不止不遵守 還要是差幾遠的 譬如丹麥 他們的傳統竟然是 將碗盆打爛他 就跟我們不同了 我們就說不要打爛東西 但是原來呢 丹麥人呢 正到呢 其實不知道呢 他們這些其他國家的傳統呢 那個 傳統是怎樣的呢 即我的意思是呢 我們 年輕一點的人 就會覺得農曆新年的傳統 是有一點點 不合時 不合時的麻煩 不合時的 但是呢 你覺不覺得當你看其他國家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 啊 尊重他們的文化 是啊 因為我現在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我又是看到一個打爛了的碗 那人家的文化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就是 看的東西很不同 先說丹麥 那他就是說 對於他們來講 這個是獲得好運的一種方式 丹麥人呢 就會將全新的 或者沒有破損的碗盆保存下來 在迎接新年的時候 互相 去到朋友的家裡打爛他 他們相信這個方法 可以在未來的一年都覺得好玩 那其實相對地好玩 我是 是啊 很危險 不過都OK好玩 小危險 可以有幾危險 又不是丹麥人 但是很好玩 你會很想去很多人的家裡玩 這件事 打爛了 是啊 如果我們的新年是這樣 那我們要買的就不是什麼利士 不是什麼賀年物品 買很多的碗 然後就不斷丟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好玩 其實是你覺得好玩 蛤 你不覺得好玩嗎 我不喜歡打爛東西的聲音 蛤 我覺得很開心 一起打爛東西 譬如我們聽到這個就說 那別人的文化是這樣的 因為我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自己有一點雙重標準 那到底丹麥人 如果聽到我們的文化 就是連初一不洗澡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都是這樣想 我不洗澡 不用洗澡 那別人的文化是這樣的 我想他們應該真的覺得無所謂 即是他們會尊重 都是 譬如 西班牙 他們新年喜歡做的東西 就是吃葡萄 即是吃提子 是的 亞洲的習俗多半就是這個圍爐 但是西班牙的傳統就是大家一起吃葡萄 而且傳統上每個人一次要吃12粒葡萄 即是要放在嘴裡 一次吃12粒 是的 即是玩以前的Youtube Challenge Game 是的 那些Chubby 什麼 那些 棉花糖 是的 那就可以獲得一整年的好運 那應該是12個月的意思 那土耳其呢 那就是跟我們有點像 就是穿上這個紅色的內衣 不是我們 我們沒有 不好意思 我們是打麻將才是穿上紅色的內衣 我媽媽是我的阿婆 你阿婆 是 你有什麼事想說 爆了阿婆的私人出來 她是因為要打麻將 所以才穿 而不是因為新年 是的 她是365 都可以 哈哈哈 你爆了越來越厲害的東西 希望她的 我覺得給其他人聽到都可以的 但是我希望她的麻將腳 不會看到這條片 噢 不要緊 你就知道我婆婆的秘密武器 不是啊 這樣會令到 從而你就會 做回相應 相應一樣的東西 你會搞到多了少少三個人 每365天都紅色內衣 所以 婆婆的麻將腳 請不要提 南美國家就是 喜歡穿鮮艷顏色的內衣 他們是還會特意穿黃色的 如果是想要財富的人 那就跟我們的傳統 剛剛吊轉了 說話 其實可能他們都是想穿金色 只不過 很有難找金色 金色就是要反光 要亮 很難找 日本新年習俗很累 就是要敲響寺廟的一百零八次 這個我們都大概知道 看很多劇集 或者卡通 就是敲響之後 代表將人所擁有的一百零八種焦慮 和慾望消除 接下來就可以用全身面貌迎接新的一年 日本人很忙 日本人 尤其是日本 這些這麼注重傳統的國家 你真的完全不能夠 說他迷信 你這樣說好像很 你會覺得整個民族一起生氣你 是啊 所以就是 你只能夠說自己的事的時候 你才可以 咦 我也沒有說他們不好 我覺得他們很累而已 我也沒有說你說他們不好 我怕他們自己敢認為 哦 你們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我啊 日本人這樣做是很有堅持的 你 你真的 你看有一些國家 你完全不覺得有問題 我也想知道 那些日本年輕人他們怎樣 是不是真的會效忠 你可以訪問一下日本年輕人 你用你的幾百萬的追蹤員 幾百萬啊 Koey姐 你用什麼 未新年來潤滑一鑊 幾百萬的追蹤員 那好吧 飛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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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痕線 那瑞士就比我們香港 客觀來看就更加不衛生的 瑞士人每年都會特意把雪糕丟到地下 他們認為這樣可以獲得好運和繁榮 那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一些在瑞士生活的朋友 有看 有看我youtube 或者去旅行的Kol 會不會見到呢 新年如果在瑞士 會不會見到城地都是雪糕呢 應該只有一種職業的人會不認同 就是他們的清潔工 如果好運和繁榮 也會惹來很多的蟑螂 所以我覺得很恐怖 新年我是不會去瑞士的 所以 為甚麼是雪糕呢 我也不知道 他沒有廣告 我覺得可能跟 可能跟他們的語言有關也不一定 因為譬如我們那些 粗粗聲就是這樣來的 法國人就喜歡吃大餐 那也挺 正的 舉辦一個盛大的餐宴 藉此又是獲得好運和繁榮 F同時代表著法國 和盛宴Fist 那Fuck呢 那他們會不會Fuck 新年的時候 關甚麼事呢 F嘛 F就是Fuck Fuck Fuck 不是真的不是不好 就是為甚麼你一定要想這些東西呢 你不可以想是funny 或者是fish 那些法國人在新年的時候being funny 平時那些很不分的都會特意分了 爛劫日 好開心 不開心 你想想起 你新年沒有那些不好笑的 但是覺得自己很好笑的親戚 又或者親戚朋友嗎 哈哈哈哈 這樣 就是你會這樣去應他嗎 我當然會啦 哈哈 那阿瓜多爾的人呢 阿瓜多爾也出來了 阿瓜多爾的人就會燒稻草人 那我覺得挺好玩的 但是技術成分很高 因為阿瓜多爾人呢 就會首先在紙上面寫下 過去一年發生所有不好的東西 然後自己就會動手 做個稻草人出來 把所有的壞事紙條呢 塞入稻草人一起燒掉 很忙 這個都忙 但好像挺好玩的 這個好玩的 好像是臥頸橋 好像打小人的感覺 但是就燒稻草人 所以理論上呢 阿瓜多爾的成年人們 應該都懂得自己做稻草人的 這是唯一得出的結論 真是不好意思 智利就瘋了 這個真是大瘋 智利人是會喜歡躺在墓地上的 新年 但是原因 下週而已 沒有說過夜 這麼瘋 但是原因我又覺得挺汪 他們就好像陪伴自己 小去的親人一起慶祝新年一樣 其實我覺得挺… 是啊 而且你不是一個人的 如果你想想整個墳場 都好像中秋節那樣 人們都在煲蠟 不是不是 未去到這麼氣洋洋的 但是可能有些小小蠟燭 然後大家就一個家庭 這樣躺在那裡 我覺得牆壁好像露營一樣 是啊 而且是這麼多家不同的人 他們都希望死去的靈魂 可以帶來和平 我覺得其實比較合理 還有我自己覺得 本身墳場這件事恐怖 是因為沒什麼人 是啊 只有些悲悲 但是如果真的有很多人 一起去慶祝的話 其實我OK 我願意在香港參加這個活動 是啊 我也是 發起 YG大學的觀眾 有沒有人有興趣 什麼 但我沒有說過 你那個 但我沒有說過 哈哈 新年了 現在都未對 你去後水啊 天啊 不是不是 但是說真的 我自己是覺得 雖然現在這一集 想說這件事不是那麼好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想自己的喪禮是怎樣 我有啊 我想好了的了 來啊來啊來啊 我要播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 我現在很喜歡的 但是我現在好像沒那麼喜歡 我以前很喜歡Taylor Swift 所以我想是播他的歌 然後大家來 切蛋糕 切蛋餅 然後大家就要輪流在台上 講一下對我的 的impression 然後大家就要 你當然要 然後大家就要 玩一下遊戲 就是可能 Cole 生前 最喜歡吃什麼的 開心 Family 哈哈哈 然後一定要 穿漂亮 還有要選我漂亮的照片 還有 總之是開心的 我其實差不多 我自己差不多 我想有一點點溫情的時刻 但是溫情完之後 大家是要開心 就是不能夠太悲傷 我自己就會 飛過了溫情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要有溫情的部分 如果沒有溫情的部分 就顯得大家不想念我 所以都要有溫情的部分 OK 我自己是希望 到時那個場地 會是比較那些 Club 的燈光 那有太過 是嗎 我會希望剛才上述的 是一般的靈魂 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會很奇怪 就是要 我想到我死的時候 希望不要那麼早死的話 就應該會有 這類型的靈魂 可以接我這個身 我覺得會 現在很年齡 這個世界很不同 OK 我希望可以 像Club 一樣 有DJ 有DJ 然後入場拍 Radb 走水 你可以自己大 也在裡面 哇 那你有點太開心了吧 我想要有一個 我們要事前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要拍定這條影片 想想EG8 70歲 然後戴著眼鏡 喂 喂 各位朋友 我真的想不去 不是不是 各位朋友 我差不多了 什麼你不是差不多 雖然你看過這條片的時候 我已經死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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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不是 隨便啦 哈哈 但不要緊的 今天 你現在有場派對 叫大家過來玩 誰不happy 你不給面 是啊 我會這樣說 因為 怎麼說好呢 我大概 我估計 其實也未必一定會 但是 理論上 我死了 應該會有人傷心的 欸 我會傷心的 謝謝你 就是為了應付這些情況 就是那一晚 都不要那麼傷心 我就是寧願 我覺得會 就是你想起 那時候又有生前 狠狠狠 又 就是很笨 那樣 你就會覺得 啊 哈哈 啊 什麼 他都不枉此生 啊 不介紹了 哈哈 唉 唉 他都受我們開心 所以就是 我 又來了 又來了 好啊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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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些什麼 哈哈 所以就是 那天本來的 是我純粹是認識一下 就是那個認識的人 又好 一些很close的朋友 走過來悼念 也好 總之那晚就喝 喝到糟糕了 但是你這樣對 都不是 啊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好像有 是嗎 哈哈哈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類似是對你的長輩 那些不是那麼好 但是說之前又想到 不是的 如果你用一個正常的途徑 過世 那到時都應該不太用理這些東西 哈哈 哈哈 明白了 哈哈 哈哈 所以就是 所以我 我覺得最好 最好就是 喝到傻 然後明天起床 就是要吐 吐完 明天起床 就醒了 知道這件事 也都參與了一個 很好玩的派對 這樣就完了 這些東西要預早準備 要說定 有時候這些是意外 有看到我這段影片的人 就 可以 若然我有一天 是 我沒有預計自己過身的情況之下 過身的話 那就可以幫我搞長這樣的事情 包起小弟 頂你 多謝你呀Cody姐 我都會銘記你剛才說的話 都不自打字 都不自打字 你要聽得到 所有人進來都一定要大匹 哈?大匹? 彈結他 對不起 哈? 一定要 要拿著結他跟你合照 至少人都一定要 就是逐個逐個要唱一首歌給我聽 是 講對於你的感言的時候 要 不 我覺得現在不是 我不想借給我聽說服 我想我會弄一個 我喜歡的歌 Playlist 啊 我都會弄 不知道我60歲的時候 會弄什麼歌呢 到時才決定 現在不要想定 現在想定不刺你 我到時要有鋪 即是我要有鋪 鋪即是甚麼 有泳池 對不起 要有鋪池 然後最好呢 DJ在最上面 然後我的官就在下一層 然後在下面就是鋪 然後大家就可以開始玩了 你這樣描述 你總覺得我到時會畫畫你 甚麼 甚麼甚麼 你說你的官在不知哪裡 喔 過來簽名 你認得 醉醉地 幫你畫眼鏡 我想沒所謂 你過來 你整件事 你應該如果你是一個鬼魂 你就會看著Gui姐 在那裡 你就會 怎樣 我又沒甚麼 我應該會OK 我應該會這樣 你可以想著我在上面 在那裡這樣 就OK 就跟你 中學有些人 踢球 打球 整張手 上了打石膏 在上面簽名 其實你是純粹想自己死 你才可以想得那麼開心 對 你想其他人死 對 不可以想得那麼開心 不會 亦都不會 對 真的 真的不會那麼開心 對 想自己死才可以說到 我們不是 對 我們說自己 對 放心 如果 又不好如果 不要誤會我們 我們不會在別人的事情上 做這種事 如果我們其他朋友 我們都會哭到六七 但因為我們今天互相這樣說 可能我們就會 懷著一份感恩的心 去挖在那裡 混蛋 到愛爾蘭人 愛爾蘭人會做的事 就是扔麵包 其實看來大家很喜歡扔東西 愛爾蘭人新年 準備麵包 就會喜歡用麵包 來打牆 就是用麵包來打牆 希望可以擺脫邪靈 還有壞運氣 又是好運 歐洲的麵包可能硬一點 是呀 他們吃開那些 打死人 不斷打牆 但我覺得好玩 這樣的新年氣氛很棒 因為譬如我們自己那些 你最吵的是什麼 燒炮獎 武士 沒有啦 全部都是看人很興奮 你自己沒有什麼參與部分 你不可以找一些東西 去扔 武士 會死的 但是別人那些 是真的可以 人人都可以參與 新年活動 真的很好玩 說完了 說完其他國家的習俗 是不是完結了 這條片 完結了 哦 那怎麼樣 好啊 你有什麼總結 我覺得 總結 是啊 傳統是需要 要保留的 是啊 我們很傳統的一個人 那就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不知道你們家 會不會甚至是新年 除了利是之外 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其他要理 其實保不保留 那條界都挺蒙糊的 老實說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自己隨心 我覺得不要想太多 如果你感覺到你今天要不要洗澡 還有要掃地 不要掃地 那你就不要做 我不會 judge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是一個很有節日氣氛的人 但是我沒有什麼節日氣氛 也希望如果你是一個小朋友觀眾 你骯髒的家人叫你洗澡 就不要說EG講完傳統習俗之後 不洗澡 那些就不要入我數 儘量跟回你自己家人的意義 你只想逃避責任 我以為你有教育意義 很有教育意義啊 現在就是叫他不要因為這條片 搞到跟家人罵 和氣最重要 開心就行了 這次就到這裡了 好嗎 好啊 Covie就是睡著了 是啊 我的電話又提醒我睡覺 睡覺 I can remember 最後祝大家 鼎你還在說 最後祝大家順順利利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啦 如果真的喜歡聽這個節目的觀眾呢 記得逢星期五都會有一集 可能帶個題材和大家聊一下 喜歡的話就加入會員 是可以令到我的出品密度更加高的 還有關於 沒什麼說服力 真的啊大哥 好關資源事的 你請剪片也要錢 今天大哥 還有 可不可以下次再說一些有趣的題材 我覺得新年應該說一些傳統的東西 但是 大家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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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帶一些很好玩的東西過來給我 嗯 bye 想不到